韩国男团JYJ成员朴友天早前发表新歌 付出歌坛积极进行个人活动 今日朴友天在日本神户的个人演唱会上提到 如果有机会的话 希望东方神起五人可以再合体做节目 并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去促成 据悉朴友天在演唱会上透露 JYJ三人近期都各自有巡回演唱会 合体的机会相当的渺茫 但自己想做电台节目 于是台下有粉丝就大喊Big East Station 怀念起东方神起五人一起主持的电台节目 随后朴友天表示 有机会希望能让东方神起五人合体一起做节目 不过他也直言其他成员都非常的忙碌 要再次合体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仍希望能够在五十六十岁前完成这个梦想 笑称如果大家六十岁时 在一起跳Rising Sun的话 应该会很有趣 但是不少网友在网络中 对五人体东方神起合体议论纷纷 有些粉丝当然希望看到昔日的偶像在同台 但也有粉丝坚决反对 称别忘了2009年时你有多决绝 东方神起只有两个人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 组合作人 明镜需要的电影 明镜需要您 contracts